相应不少的玩家都有过这样的疑惑 装机半年了 平时明明只是打打游戏看看电影 软件也没有安装多少 但C盘却总是偷偷地成长了 一道亮丽的红色封领线 惊艳了我单纯想打游戏的心 那么如何才能把变红的C盘 重新变为蓝色呢 所以在今天 超级个就分享给大家几招 C盘空间优化的小技巧 无论你是科技大神 还是电脑小白 只要按照视频的步骤来保证管用 那废话不多说 下面就正式开始吧 其实C盘空间越用越小 主要是因为系统的使用缓存 以及垃圾文件堆积造成的 而想要清理它们 通常可以使用Windows自带的清理功能 和第三方清理软件来实现 那我们就先看看 如何利用Windows自带的清理功能 来释放C盘空间 首先按下键盘上的Windows加R键 打开运行 在对话框中输入百分号 TEMP百分号字符 并点击确定 这个时候系统就会自动弹出一个 带有众多文件夹的窗口 里面装的基本就是临时文件和缓存了 此处文件均可删除 直接Ctrl加A全选 在按住键盘上的Shift加Delete键 直接永久删除 避免之后再去回收站处理一遍 由于Windows系统经常会进行更新 而更新之后的文件都会保存在C盘中 以便遇到bug时进行回导 但普通玩家遇到系统存在bug时 基本都是重装系统 所以这个文件也就没什么用了 并且还会占据好几个G的空间 所以是一定要清理的 首先我们选中电脑的C盘 也就是系统安装的那个盘 单击鼠标右键 选择属性选项并打开 然后在弹出的窗口中 找到常规页面的磁盘清理选项 点击之后再点击左下角的清理系统文件 等待系统自动计算后 就能看到文件类型和占有空间了 其中Windows更新清理 就是需要清理的重点对象 我们将其勾选并点击确定 再点击删除文件即可 而如果你是最新的Win11系统 那么只需要在常规页面中 点击详细信息选项 接着在弹出的窗口中 点击临时文件 在勾选上以前的Windows安装文件删除 也是可以达到相同目的的 当然如果你不想让系统出现更新文件的话 直接禁用系统更新就可以了 但由于时间关系 具体操作就不在这里展示了 我把方法放在了视频下方的剪辑栏里 想要了解的小伙伴可以自求 来到这一步 想必大家也都知道了 有可能玩家会在自己的桌面上 放置众多文件和图标 比如这样 这样 还有这样 殊不知 这样的操作都是在增加C盘的负载 让它提前变红 所以更改桌面路径就显得尤为重要 具体操作如下 首先 点击文件中的此电脑 并在下拉散弹中找到桌面选项 或者直接在此电脑窗口中找到桌面文件夹 然后鼠标右键打开属性 在弹出的窗口中找到位置选项 这样就能看到桌面文件的存储路径了 默认情况下是在C盘中 然后我们点击路径下方的移动选项 准备更改文件路径 这里大家自行选择除C盘以外的其他任何地方即可 记得一定是除C盘以外的 同时在执行这一步前 推荐大家先在其他盘中新建一个桌面的文件夹 方便之后的文件存取 在这里我可以以D盘为例 选中这个新建的桌面文件夹 然后再回到之前的窗口 点击应用和确定 如果你桌面本身就有文件的话 那么系统会帮你移动一会儿 等待完成即可 这样一来 无论桌面存放多种图标文件 都会出现在其他盘 而C盘就会保持相对干净了 与此类似 诸如像视频、图片、文档、音乐等文件夹 都是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来进行处理的 完成之后便可对C盘空间进一步释放 看到这里 基本就完成了Windows自带的清理功能 对C盘的优化 那接下来就正式进入第二部分 利用第三方软件的清理功能 对C盘空间进行清理 在这里使用的软件名为Space Signifier 它仅有两兆大小 能直观地反映C盘中的各项文件分布 比如文件越大 所占的方块也就越大 那么就可以按需直观的清理文件 同样的 软件安装包放在视频下方的简介栏处 想要下载的小伙伴可以直接自取 下载好Space Signifier软件后 直接解压并打开它 在主页面中双击打开C盘 经过短暂的扫描之后 就可以看到C盘各个文件的详细分布情况了 其中橙色图块为文件夹 蓝色图块为具体文件 操作起来很简单 鼠标左键点击橙色文件夹的中心 为打开改文件夹 单击白色边框则是选中 同时双击白色边框可以将文件夹最大化 鼠标悬停则是显示详细信息 所以想要删除文件的话 直接选中需要删除的项目 鼠标右键删除即可 当然操作的时候最好还是长按键盘上的Shift键 直接永久删除 避免再去回收站处理一遍 除此之外为了防止大家误删系统文件 也罗列了几种常见的秘密供大家参考 首先是名字中带有ProgramDate和Drivers文件 前者为游戏存档系统和软件的配置文件 后者则是驱动程序 这些都不能删除 而带有System Windows AMD64名称的文件也不要删除 这些都是系统相关的重要文件 当然如果觉得自行清理过于麻烦 那么接下来的这款软件你一定喜欢 Dism++ 通过使用空间回收的功能 能自动分析C盘中的垃圾文件 只需一键就能达成清理和优化功能 具体操作如下 下载文件并解压后 双击Dism++X64.EXE程序启动软件 在主界面的常用工具中 找到空间回收选项并点击 在这里建议电脑小白保持默认清理就好 不必勾选其他选项 加上点击右下角的扫描 等待几秒后勾选文件的后面 便会出现相应的空间大小 然后直接点击清理 并在弹窗中点击确定就OK了 而在清理完成后 软件还会提醒清理出多少空间 可以说是十分方便 当然这款Dism++软件 还有另外一些比较实用的功能 比如启动向管理 驱动管理等等 所以推荐大家下载软件来试一试 那视频到这里 基本就算是结束了 相信安装教程来的小伙伴 你的C盘容量也已经恢复如初了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 除了这些清理办法以外 最为重要的还是大家平时使用电脑的习惯 比如安装新软件时 学会自定义变更安装路径 并不勾选安装额外软件 卸载程序时 不只是删除中面图标 一定要去控制面板中卸载 而QQ微信的日常软件 也需要将视频图片文件的保存路径 更改为除C盘外的其他空间 以免堆积缓存垃圾 当然有钱任性的话 直接给C盘来个10TB的容量 也不是不行 最后再提醒一下 视频中提到的软件和教程 都放在了视频的简介栏中 且这些软件均为免费 直接下载即可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 不妨点关注三连支持一下 往后我们也会带到更多 电脑相关的小技巧 来为你排友简单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 一切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火热又强 我们下期再见